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是为一切种子 不是为自己 要是说为自己呢 那就是在这一生当中 聊生死 成佛宝 这是为自己 如果真的想聊生死 成佛宝 事出事件 所有一切法 必须放下 放下 要懂得放下点真理 放下不是什么都不做 绝不能挫解 名词的含义 你要挫解 好一切都放下 什么事都不干了 饭也不吃了 水也不喝了 统统放下了 放下是心里面的念头放下了 恢复真正的清净心 四随缘 无缘也就帮助众生 没有缘 不必攀缘 不要找死 缘成熟了 我们认真正努力 多多地修 布施 供养 我们尽心尽力 为别人服务 为别人工作 这就是布施 供养啊 外财是 内财也要是 内财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劳力 为一些众生负 这都是修 不实供养 佛家讲放下 不是你所想象的 你的四行 工作照做 四行做完了之后 心里就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知足 支持明浩 四行来的时候 明浩放下 专心办四 四行办好了 四行放下 一心念佛 这个样子 佛也念好了 四也办好了 不是说 四都不做了 没这个道理 那个就 与佛说的话了 相违背 没有缘呢 没有缘不必强求 但是不能没有缘 度动身的缘 度动身的缘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佛物众身的缘 帮助众身的缘 我们愿意帮助众身 乐意帮助众身 全心全力帮助众身 众身接不接受 这个世间人多 这个地区众身不接受 那个地区的众身肯接受 成熟的地方 我们先去佛物 没成熟的地方 等待成熟 我们再来吧 一定要尽心尽力 佛会双修啊 为自己是振掌 无知 振掌 惊探 振掌 无明呢 那不是害自己吗 为众身 才是真正为自己 为众身 你才能够 放下 妄想分别之主 妄想分别之主 都是为自己 为众身 才能把 妄想分别之主 放下 为一切众身 六大障碍 才真正能够破除啊 金银探是障碍 不识 能把他破除 卧夜是障碍 持戒能断除 成慧是障碍 忍辱能破除 懈怠是障碍 精进能破除 散乱是障碍 禅定能破除 欲持是障碍 薄弱能破除 佛教给我们六个修学的原则 破除我们六种障碍 六种障碍破除之后 明心见性 尽心成佛 妄想执着一方向 给多数 无时借来 所有一切业障 通通消除 业障就是妄想执着 就消得干干净净 因此 我们念佛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带人进屋 换句话说 时时刻刻 脾气高度的紧决心 拒而不明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拒而不明呢 对一切境界 绝对不起心动力 绝对不达妄想 不去支出 这个人就是拒而不明 然后能够帮助别人 破离开悟 帮助别人 断卧修圣 这是大慈悟大悲 这是自信其用 这样的人 跟狗佛菩萨 同心同怨 同德同心 他就成佛了 无法长江 放下徒道 立地成佛 徒道就是妄想之口 让你这个方向 立地成佛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 修清净心 清净心得到了 就成佛了 所以才说 一念清净 一念佛 念念清净 念念佛 假如我们一天到晚 念阿弥陀佛 一天念十万声 念二十万声 心底不清净 没有用啊 那就好比什么呢 念书 念得很勤奋 一天到晚就念书 一考试 零分 没有用啊 没有成绩出来啊 要想得 念佛成绩 是什么 是清净心 要把自己的烦恼 习气 忧虑 妄想 通通通念调 清净心 先前聊 这叫功德 念佛有功啊 心地清净 这是等 烦恼没有了 心地清净了 这是等 这叫功德 这是我们人生 第一状大死 其他的小死啊 其他的死心啊 随缘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 第一状大死啊 我们今天讲 建立佛法 红法立身 广度众生 这都是随缘 要记住 不是我们第一大死 我们随缘随分走 有机会去做 没有机会 可以不做 自己啊 了生死 成佛道 第一大死 众生很可怜 我们有能力的 先一定要成就自己 恢复自己智慧德能 然后到家词航 来帮助他们 来得及啊 那么这就是 正祖双修啊 一定要认识清楚